藝人楊宥寧化身愛心隊長 呼籲民眾一起關心 早聊家庭孩童 陪伴曼菲家庭成長 楊宥寧也分享與曼菲天使小善 一起拍攝公益廣告的情形 她說小善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女孩 拍攝當天常常會跟她聊天 讓她印象深刻 這次很榮幸可以擔任這個 公益大使 然後擔任這一次的隊長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溫暖的 工作的一個狀態 然後也希望能夠傳遞這樣的訊息 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讓我們知道 印象最深刻的當然也就是我們的小善 Hello Hello 那我覺得我們在跟小善 在拍攝整個公益廣告的時候 我覺得小善是一個很開朗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勃勃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們在拍攝過程中 我常常在跟她講話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都是有很溫暖的笑容來回應我 其實我覺得在當場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會被那個笑容變融化 今年五歲半的曼菲天使小善患有 罕病雷特市症 自主能力較弱 身體站不穩需要旁人扶著才能行走 三歲時來到伊甸富幼家園 經過兩年半早期療癒 小善在治理能力上進步許多 小善媽媽也學到照顧 對 然後很喜歡聽別人跟她講話 對 然後跟她講話就會一直笑 對 然後以前的話 其實不太會有跟人對不對視的 這個動作狀態 對 那來一練之後 其實發現成長蠻多的 好 所以其實他們在這階段性 還是會慢慢慢慢地看到一個進步 對 透過這些服務的支援 有 因為他有一些身體高的限制 對 所以我們可能比較著重在她的一些 自主的部分 對 那比如說像運動啊 我們就會練習她的肌耐力 然後等她的身體的素質 比較有核心的練習以後呢 我們就是媽媽有去書界的助行器 所以她每天就在我的中心這樣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對 那另外就是呢 她生活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們還是希望小善 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身體的主導權 比如說我們孩子會讓她 時間算花比較久 但是呢我們會讓她自己去 碰水杯或是去拿她的東西 或是去摸她的書包 才表示說 哦 我們現在是收拾書包 我們家是要來喝水 你知道嗎 這世界的每一個孩子都是天使 只是有些孩子的翅膀太大了 需要比別人更努力才能夠翻身 比別人更努力才能學會說話 需要更努力才能夠站起來 伊甸基金會公布2023年育兒現況調查 發現有超過六成家長曾有孩子生病或突發事件時 無人協助的經驗 更有高達八成的家長 曾面臨工作家事與照顧孩子間無法兼顧的情形 而這樣蠟燭兩頭燒的窘境 對照顧家庭來說更是顯著 剛才說大家多頭燒 我們六成的家長他這邊看到 在一個突發狀況意外或是他生病的時候 唉 其實沒有人可以寫出 其實現在年輕人便是這樣 我們過去還有爸爸媽媽可以支持支援 阿嬤對不對 但是我們年輕人真的不容易 這個是未來裡頭 大家這個比喻要有點高 真的沒有人來寫出 那我們八成裡面會怎樣 我們在工作跟我們在照顧這當中 我們是不能兼得好像爸爸不喜歡你嘛 又要在公司上班 又要多一點點一份收入去做什麼 去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521 然後還要去照顧小孩 要不落在小孩成長過程當中 他的小社不見 還會成小孩 剛剛超人的 所以烈心會在這幾年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不是說你來我這邊 我們要到你家 我們要到社區去 我們朋友也是在島嶼之間 跳島在做服務 拿著工具 然後一個一個去再宅去跟家庭爸爸媽媽 所以爸爸媽媽在這個家庭 就是我們服務 實在是成長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聽了很多很多感動故事 所以我們這樣的資源 放在不是說只有療癒的專業 專業服務 我們將家庭這樣需要為一個核心 我們把社區的資源為一個基礎來導入 更加我們手邊有的專業能力 還有專業執事 透過一系列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親子的活動 或是我們在親子的這樣的一個效率 或是在我親子的會議裡面 或是我們在做療癒的一個會議裡面 就邀請爸爸媽媽一起共享設計 伊甸成立40年來 每年幫助超過2萬名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 鼓勵曼菲家庭勇敢站出來 也期待社會大眾給予友善對待及行動響應 支持伊甸弱勢兒童服務計劃 用愛陪伴一個孩子守護一個家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